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 迪斯尼的新电影《花木兰》上映了 那么在这个上映之前 就已经开始有很多人在网上进行了抵制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花木兰的演员刘亦飞 在微博上面力挺香港的警察 镇压民众的抗议 所以说刘亦飞支持独裁政府 而且是支持对香港的侵犯人权的行为 那么在价值观上当然会引起了 全世界非常多人的不满 但是毕竟刘亦飞本人他的言论 跟一部电影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关系可能不是那么大 所以说这种抗议也好 或者是抵制也好 并没有起到特别大的风潮 但是没想到在迪斯尼这部电影上映之后 又出事了 这个事比之前刘亦飞这个演员 他个人的言论更大 那就是这部电影本身 他把自己给陷进去了 陷到了一个漩涡里边 就是这个电影在播放之后的一个credit 就是鸣谢的这个名单里边 居然有新疆的维吾尔自治区的 这个中共的宣传部门 以及吐鲁藩的公安局 而中共的这个公安部门 新疆的公安部门 实际上已经被美国政府放在了 制裁的黑名单当中 这个是比某一个演员的言论 更加的刺激到了观众 刺激到了媒体和舆论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迪斯尼这家公司 毕竟是一个美国公司 你一个美国公司去感谢 一个在美国人眼里边 在美国政府眼里边 侵犯人权 打压人权的这么一个组织 你去感谢他 这就像是在二战期间 然后迪斯尼跑到德国去拍一部电影 他在电影里边说 感谢当地的纳粹组织 对我们这个电影的大力协助 然后说感谢纳粹的宣传部门 这就很搞笑了 纳粹正在屠杀 犹太人正在犯下反人类罪行 然后你说你感谢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可能会得到 全世界人民的接受呢 所以说用这种比喻的话 我们就知道 现在迪斯尼所出的一个状况了 以前可能觉得说 没什么太大关系 但今天不一样了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组织 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 被全世界已经认清了 他们现在在新疆做的事情 就是集中营 虽然它只是一个模拟集中营 它叫做再教育营 但是我们都知道 它起到的是一个集中营的功能 纳粹的做法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而且很快美国政府 可能就要宣布了 说中国在新疆搞的是种族灭绝 这个种族灭绝 不光是大规模的屠杀 同样你消除一个民族的文化 信仰 语言 把这个民族从地球上抹去 把他们全部同化 奴化 这同样也是一种种族灭绝的行为 所以迪斯尼他现在所说的处境 我们一点都不同情他 而且我们觉得他这么做 执意的要把这个电影上线 为了金钱的利益 他去跟一个现在已经被全世界认为是一个侵犯人权 打压人权的这么一个邪恶的组织 跟他们去合作 那么当然了迪斯尼是自讨苦吃 我们看到刚刚最新的消息就在今天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布 但是路透社已经爆出这样的消息了 今天的下午也就是星期二的下午 我这个视频发的时候应该是在星期三了 星期二的下午美国政府将宣布正式的制裁 新疆的产品 就是新疆的棉纺织类的产品 以及新疆的番茄 这些番茄制品将禁止进口到美国来 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产品很有可能涉及了非法的劳工 或者是强迫的劳工 所以你们看到现在很多人 就像上期节目讲到的 很多人在批评现在的美国政府 美国的总统 说你对中国的不够强硬 或者说你对中国的这种 抵抗中国的威胁 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都不对 实际上我们看到了这一层一层的加码 不停的出动作 根本就不是说视而不见也好 或者是方式方法不对也好 根本都不是 我们看到了这些都是重拳出击的 哪怕是美国本地美国的企业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可能会受到短期的比如成本上涨 价格上涨可能会有 但是宁愿牺牲一部分的商业利益 也必须要对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发生 这个就是今天美国政府跟过去的一个不同的态度了 过去是什么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吧 就是口头上谴责一下 你没有对这个组织造成实质的影响 而这个组织现在最需要的什么 是西方的技术和西方的资金 你在这个两个问题上给它断掉 实际上对它的制裁 这才是真正有效果的 那么不管是西方舆论痛骂迪斯尼 然后抵制花木兰这个电影 还是现在美国政府宣布 要对新疆的产品进行制裁 这些行为本身都是西方社会 特别是美国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了 让这样的一个政府 让这样的一个组织变得更强大 这对整个人类都是一个灾难 这期的快报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